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开学愉快,不是很愉快,因为今年过年过得太晚了,所以年节还没过,年宵都还没过,就已经开学了。 开学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开学,大家从我讲话的口音,有没有猜得到我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全世界都知道,我实际上刚从台湾大学离职,然后到上海交工大学专任, 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跟在座诸位优秀的青年学者们,来讲授我个人过去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哲学领域研究的成果,心得。 那么,这事实上是我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以专任教师的身份上课,第一天,也是第一次的上课,那我当然在大陆非常非常多的大学,这个做过演讲,也做过这个访问学者,也讲过课, 但是我自己以这个校专任老师的身份,就是第一次,所以我也相当激动,相当高兴。那么我们这个课呢是周易哲学的课程,周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那么,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个课呢,一次上三个小时,十一周上完,那我设定的这个课程,目标,就是把《易经》六十四卦,卦词、摇词的意思,清楚地讲述一遍。 那么,这个任务有点艰巨,关键就是,时间很有限,材料非常的多,所以我要非常严谨地约束我自己这个讲课的范围。 那么《易经》的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大家从小到大,一定在许许多多的场合,接触到,什么是《易经》,《易经》怎么样,怎么样, 多么神奇,多么奥妙,这可能也是你今天选这门课的原因,你可能幻想,学了《易经》,你就能上知天文,下知地,还可以窥测人心。 然后学了《易经》,稍微一占卜,别人在想什么,你就知道了。 反正你有种种的想象,所以来选择这门课。 我也不反对,也不否认,《易经》可能有种种,你所想象的这些功能。 因为非常可能,实际上,流传在学院也好,民间也好,《易经》呢,就是被如此出神,入化的宣传、介绍。 这两个词是比较虚的,宣传、介绍呢,而且使用者,这个词就比较,就实在了,它很可能就这样被应用的。 所以《易经》呢,有很多的功能。 那么,我这个课程呢,力气不用在《易经》有多少功能,各式怎么样操作的,这些事情上。 我力气专注地,节约地使用在《易经》这一部经典,里面的文字的意涵。 就是《易经》这部书,实际上呢,有两部分。 一个是经,一个是传,所谓的经,就是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卦词,摇词,这就是经。 结束了。 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把这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卦词,摇词的意思,给大家说清楚,讲明白。 但,通过这个基础,你就是,你很可能超越了所有过去,跟你讲《易经》是什么什么的那一些人,他对《易经》学习的基本功。 明白吗?他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基本功,就开始卖《易经》,讲《易经》,说《易经》,用《易经》。 所以《易经》的经文的部分,就是《易经》的基本功。 这门课我要做的就是这一部。 但周易呢,还包括《易经》,有十篇文章,解释《易经》的道理,在先秦战国,最晚到西汉初年,就完成了,的这个《易经》的著作。 我们现在在读《易经》的经文的时候呢,除了经的,卦词,摇词之外呢,会有对卦词的解释,这就是易传的部分。 会有对卦词的解释,这也是易传的部分。 我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会把这些专有语词,给各位同学说清楚。 那么,这些传的部分呢,在我们讲解,卦词,摇词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应用到。 那么,不是直接讲解,卦词,摇词,而是做易经,思想的发挥,应用的,易传的观念,以及整个中国,易学,哲学史,后来,汉代义学,魏晋义学,宋明义学,清代义学,发展出许许多多的,易学的,哲学的部分呢,不是我这个课堂上, 能够讲的,因为那东西太丰富,那也不是我设定的目标,重点。 所以,就是第一个,先跟各位同学说清楚,好,你现在在这门课上,可以学习到的是周易,易经,这一部著作的经文,所有的文字,易,这就是它的马步,基本功夫。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有十一周,我算过,一周讲六个卦,十一周就可以讲六十六个卦,好在它只有六十四个卦,所以我们十一周可以讲完,那这样大家就可想而知,这个,讲课的进度是要非常明确的,那我自己不能够,画夹子打开,就东奔西窜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同学交代的,第二个呢,考试的要求,这也非常实在,我一直想,我也理解,我们要有创造性的教学,师生互动的教学, 学生能够提问,能够讨论,这样子,但今天如果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衣服的颜色,大家最喜欢,大家一定有很多意见, 但我们如果来讨论,易经经文挂窑词的意思,我估计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敢表示意见,因为基本意思还不懂,怎么表示意见呢? 这就是我们做过,做过哲学教学的老师们,曾经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课堂上,跟同学来讨论, 儒家的思想,佛教经典的意思,一种讨论式的教学,更有创意的发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经典,有它深厚的意涵,大家得先吃饱了,你才能够有意见的可能,才能够表达,才能够讨论, 所以呢,我要声明,这不是填鸭式的教育,但是你得先吃饱,我得先喂饱你,我要把这个经文的意思,一句一句的讲清楚给各位同学听, 当你大概听过了十几个挂,二十个挂,基本上掌握了如何读挂的方法呢,以后呢,就去参考很多其他的,易经挂窑词解释, 他可能会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解读的意见,你会有疑惑,可以质疑,慢慢的,有可能就可以讨论了,所以首先呢,这个课程呢,就是我要好好的讲,讲清楚以后,每一个挂,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代表了一个,在你人生的场合里面,碰到的某一个状况,你该如何应对进退的,急凶祸福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挂,我们在学习的意思,所以讲六十四个挂,就是讲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只要是会读书的人,读了易经的人, 他们,他们在面对自己人,有疑惑的时候,他们请教易经,给他做建议的时候,易经是怎么给他建议的? 就是六十四套,建议的方程式,六十四套,人事的情境,状况,然后呢,每一个状况,给你六个层次的差异,你或者是这六个层次当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那一二三四五六呢,急凶祸福就不一定,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一二三四五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它会变化的,它会发展的,碰到同样一个困难,今天的状况不同,明天的状况不同,多了一个人状况不同,少了一个人状况不同,天气变得状况不同, 所以呢,你的情境也会变化,那你就在这个六个层次里面做变化,针对同一个事件,同一个组织, 所以易经呢,是给你解决人生问题的建议的一套一套的固定的解读的方程式,总共有六十四个主题, 每一个主题呢,用六个层次,来说明这个问题本身的发展的情况, 然后看你是相应于哪一个主题,或哪一个情况, 好,所以我就要一挂一挂的解释,因此呢,你在读到这个挂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哎呀,上一次在跟同学, 这个举办一个活动的时候,我的角色呢,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负责人,也可能是某个单向小任务的,跑腿的, 然后呢,读了这个挂以后,我终于, 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角色,在这一个活动里面, 是属于哪一个位阶, 针对那一个位阶,的那一个角色, 我应该是非常谦虚,还是非常的勇敢, 主动积极的承担责任, 还是应该当个配角,默默无闻的奉献, 我的当时的做法错误, 怪不得大家都讨厌我, 或者,我当时的做法是对的, 怪不得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 碰到我的时候,向我伸出大拇指, 夸奖我, 各位同学,虽然你年纪轻轻, 我相信你已经长寿了, 一定程度的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感受, 每一个感受, 都在一个格局里面, 一个情境里面, 可能是家庭人际关系, 可能是社团的角色, 可能是班级里面的, 活动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么,你有种种的感受, 你将会在六十四卦的阅读, 理解的过程当中, 找到跟你当时那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生事件, 相类似的故事的结构, 可以套用到你的那一个事件, 帮助你做诠释, 理解, 反思, 然后找到解决之道, 你可能到现在还想不透, 为什么那一件事情就是做不顺, 为什么那一次事情就是办不好, 结果你透过六十四卦的学习, 可能在读到某一卦的时候, 这个结构跟你碰到的情境是一致的, 人家已经讲清楚, 碰到这个结构, 你应该如何, 应对进退, 那这就是你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好, 我现在是在讲作业, 所以作业就是, 怎么做呢, 就当一挂一挂的学习了以后, 拿你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相应于这个话, 然后你自己为自己做一次的解读, 就是你自己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我们周一呢, 就是讲道理的, 一套学问, 讲事情发展的固定的结构跟逻辑, 的一个课程, 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去理解你的处境, 你的角色, 你的应对进退的原则, 我要各位同学做的就是, 用一经的思考方式, 思考你的人生问题, 把你过去发生的人生的故事, 人生的事件, 借由这个挂里面的道理, 你重新咀嚼, 重新反思, 写出来, 对你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你这样也才是深入的, 学习, 应用, 了一经, 这样明白吗, 那这个任务呢, 一个学期, 我想大家做两次, 所以就是交两次, 这个学习的报告, 你一定要套用一某一个挂, 明白吗, 如果你人生故事非常丰富, 你其中报告就要套用四个挂, 讲四个人生的故事, 好好为自己反思一下, 那也很好, 没有问题, 那你至少套用一个挂, 然后讲一个自己的故事, 自己解决自己那一个, 过不去的那个坎, 过不去的那个关卡, 就由一经来帮助你, 这本来就是一经的功用, 所以我们是把一经当作, 人生智慧的, 这个学习的课程, 其中交一次报告, 期末交一次报告, 至于报告, 怎么交,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摸手, 学校的这个作业缴交, 在网路上的软体系统, 不晓得可不可以交这个电子档,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大家把它列印下来, 交纸本的给我, 其中交一次, 期末交一次, 这就是这个课程的要求, 我还没有写上就是说这个字数, 大概写一个自己人生的故事, 应该要2000字吧, 2000字不够, 不够啊, 还是写不到, A4的值, 一页就是1000字了, 两页就是2000字了, 你的故事, 2000字, 应该不够写吧, 如果你深入反思的话, 好, 不要告诉我说你是工学院的, 这个不会写作文, 写作文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能力, 这个就是人文的课程, 好, 那么授课教材呢, 就是大家手上拿到的这本书, 那还没有拿到书的同学呢, 如果你这个今天一定要拿到, 那么下课后就跟我到人文学院, 我的办公室就在这边, 走路两分半钟就到了, 我里面还有很多书, 那我可以给你, 那这个一本21块钱,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好, 这个, 然后呢, 那一听的学习, 有点难, 这个难在于呢, 它有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呢就是, 它是一个结构, 不能讲复杂, 但这它是一个有结构的著作, 不像论语啊, 你翻开了哪一页哪一条, 一句话出来, 你就可以学了, 也不一定有先后的次序, 还有一部书叫蔡根坛, 不管哪一条拿起来, 对你都很有帮助, 你也不用管那个次第, 但一经不同啊, 你也知道什么叫做阴遥, 阳遥, 什么叫做卦象, 什么叫做卦名, 卦词, 遥词, 然后里面的文字呢, 都是两千年前的文字, 都,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平常, 会用到的词汇, 有一些词汇现在用到了非常的多, 但是大多数现在已经很少用这些词汇了, 但它的意思完全可以现代理解读, 所以它是一个有门槛的, 这个门槛呢, 就是周易著作的体力, 那这个体力呢, 我可以先讲这个体力, 然后才开始讲卦, 但是呢, 因为我设定, 这个今天就要讲四个卦, 所以呢, 不想花那个时间去讲那个体力, 因为当我们在讲第一个卦的时候, 体力就出现了, 第二个卦的时候, 体力又出现了, 讲了五六七八个卦的时候, 体力你也获得清清楚了, 明白吗? 所以不把, 我就先不把力气放在那些事情上, 因为我们不是讲一次课, 我们要讲十一次课, 那此外, 我刚才一开始也说, 已经呢, 除了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 我所设定的, 它是六十四套人生课题, 固定的发展逻辑, 发展模式, 提供给我们, 面对自己人生问题, 应对进退的解决之道, 就是我这个课程要给你的, 但是疫情还可以发展出, 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它可以发展出天文学, 立法学, 气象学, 中医学, 政治哲学, 还有算命预测, 非常多非常多的东西, 好像只有讲到算命预测, 大家会笑啊, 告诉大家一个智慧的话, 花时间去学算命, 不如花时间去把事情做好, 创造更好的命运, 讲完了, 听明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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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掌声, 为什么我说这段话呢? 这个, 我是学过八字, 八字是什么呢? 八字中国人的一套算命系统, 那如果西方人的算命系统, 就是那什么星座, 那我是摩羯座的, 那八字跟子维呢, 是我们中国人的算命的系统, 都是用年月日始, 然后天干地击, 然后四柱, 然后呢, 深刻制化, 然后就把你的命盘排出来, 然后你的能力的特性在哪里, 一生的大运走运等等, 我是学过这个的, 但是呢, 我发现呢, 要帮一个人算, 拿命盘帮他算呢, 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然后每一次呢, 要去算自己呢, 下一次的什么事情呢, 用这个命盘来看, 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深知一个道理, 努力工作治百病, 我深知一个道理, 好命都是靠努力来的, 我深知一个道理, 就算你有那个好命, 你有那个天赋, 那你不去付出努力, 你还是得不到那个好命的, 我深知一个道理, 时间是很有限的, 与其把这个时间用来算命, 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造命, 当然你可以学算命, 因为算命呢, 也可以赚钱, 好, 我人生也不是没有算过命, 但是呢, 年纪越大, 算命的次数就越少了, 因为该做什么呢, 就越来越清楚了, 特别是学了六十四卦, 应对进退的智慧呢, 什么场合, 什么情境, 该在哪里, 该做哪里, 该讲什么话, 自己就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来学道理, 就能够把事情做对, 就能够创造好的命运, 所以呢, 大家, 我不是否认, 一经或者是八字为西洋占星术, 在算命上, 有它的这个一定的准确度, 效用, 有它的可参考性, 我不是否认这个东西, 但是呢, 年纪越大, 越不需要依靠去算命, 来决定这件事情, 我要不要做, 我该怎么做,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个, 可以决定自己人生, 掌握人生的主人, 那就要明白道理, 六十四卦, 六十四个道理, 我要讲给各位学生听, 所以呢, 一定有很多的面向, 包括医学的面向, 包括这个政治学的面向, 文学, 立法学, 气象学, 什么什么的, 包括算命学的面向, 那这些面向呢, 这个, 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 还是有很多书, 你可以去阅读学习理解, 不过, 周一六十四卦的经文, 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六十四卦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我再说一次, 这是马步, 基本功, 所以我们这个课就把这个, 基本功做好, 好, 这个, 我从这个大概三年前, 四年前, 就养成一个好习惯, 我所有的上课, 包括在外面的演讲, 我都会录音, 录影, 最近呢, 用了一个, 去年开始, 前年开始用了一个掌门直播, 我还会直播这样, 你们很多人已经加了我的微信了, 如果看到我的朋友圈, 大家已经发现了, 我现在就其实正在直播这样, 所以你可以戴上耳机, 进入我的掌门, 一样正在听我的课, 好, 那之外呢, 因为我过去有很多的演讲,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 这个, 很多的, 这个, 网路上的资源, 可以得到, 我讲易经的, 过去讲易经的, 这个视频, 跟音频, 还有我再说一点, 就是说, 我这个课是讲, 华谣词的, 但是我最近有发展一套, 这个理论, 我是摩羯座, 摩羯座喜欢搞模型, 搞模型呢, 这个跟工学院的人搞模型, 几乎是一样的, 好, 我建立了一个模型, 就是这个六个阶层, 来谈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我有相当多的那方面的演讲, 那我在这个课堂上, 没有办法主要谈那些, 那实际上呢, 那一些演讲的内涵, 他的基本功, 还是在六十四卦的解读上, 事情发展一定是, 不是一定, 事情发展可以用, 这六个阶层, 阶段来, 或者是六个角色, 来做认识, 因此有了应对进退的智慧, 那我意思是说, 我讲易经, 除了怪要词的讲法呢, 还有艺学史的介绍, 也有这个周易应用, 这个六个阶层的, 这个社会管理的应用的, 这些观点, 那么, 大家, 各位同学可以在, 你加入我微信之后, 你就可以在我微信里面, 提供的网络的资源, 学习到这些东西, 算是这个课程的, 额外的其他的学习, 那也不只是易经, 我教中国哲学史, 读家道家佛学都有很多的课程, 大家也可以在那个地方, 做一些额外的, 衍生的学习, 好, 那这个开课, 开课要讲的话, 就非常自我约束地, 就讲到这里, 那我现在就要, 这个跟各位同学来进入, 抽译新闻的介绍, 我幻想今天可以跟各位同学讲四个卦, 实际上幻想就是理想, 我们努力来把它达成, 各位同学呢, 手上已经拿到了, 这个我给大家的书, 那还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呢, 你可以透过这本书的第一部, 的那些材料, 你回去自己阅读, 可以补课, 把那些东西补起来, 然后呢, 跟着我到了第二部周易画节, 看, 那么针对整个周易做这个介绍的东西呢, 我最近在学习使用本校的这个教学, 信息服务, 我并不清楚各位同学, 你们可不可以到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到这个地方吗, 可以,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有放了两个连结, 这两个连结呢, 就是跟周易著作体力的讲课, 是直接讲周易著作体力的, 你可以去, 你们到不了这里来看,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有微信, 微信解决一切, 等我把各位同学放到我们这个课的微信朋友圈了以后, 很方便的就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大家, 这是我之前讲的周易著作体力, 我在一个公司里面给一群年轻的职员讲的, 我觉得他们跟在座周易同学是一样年轻, 然后一样聪明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以跟这个大学生研究生讲课的这个方式, 讲给他们听, 他们很快就学会了, 所以那是一个很有效的视频, 那另外我在一个学习易经的一个民间团体呢, 讲了一个主题, 就是这本书, 话说周易这本书, 我是怎么写的, 我写作的过程是什么, 我思考了什么问题, 那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所以这一个视频跟一个音频, 跟我们这个课程内容呢, 都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材料里面, 这个资源里面, 获得一些有用的资源, 那视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第一个卦, 这个讲易经像我这样那么快, 直接跳到这个卦, 咬词来讲是太快了一些, 然而我们这是一学期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 介绍第一个卦, 开始说明其他一些相关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说明重复了, 到五六七八个卦之后呢, 那些周易著作体力的东西, 大家事实上也就了解了, 好, 大家现在看到呢, 好, 这叫做钱, 钱卦, 那么在这里呢, 会有这样一个句子, 叫做钱为天, 好, 那么钱为天, 的钱讲的是, 这个是一个六窑的卦, 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叫做窑, 窑的念法呢, 是从下往上, 不是从上往下, 好, 下面第一个叫做粗, 第二个呢, 叫做二, 三四五, 上, 这样子, 但是呢, 我一下讲话, 你听就好, 根本不用去记, 第一窑, 先念粗, 然后再念它的, 它的阴性跟阳性, 就是阴窑还是阳窑, 像这个卦呢, 一条横线直直的, 叫做阳窑, 所以呢, 我们在念呢, 第一窑呢, 就念粗, 不是粗阳, 粗酒, 至于为什么是酒呢, 那是因为, 我们在占世的过程当中, 最后会得到, 九组, 四根狮草, 组成的, 一个数据, 好, 这个, 我讲这句话, 反正你在看这个影片, 或在看文字, 会慢慢理解, 你现在不理解, 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我会讲恩变, 最后你就被迫理解了, 你会得到九组, 得到九这个数字, 那它就代表一个阳, 粗九, 但是第二, 第二个线条呢, 它显然也是一个阳窑, 就不是二阳啦, 不是二九啦, 要念九二, 也就是说, 第一窑呢, 先念它的味粗, 再念它的阴阳性, 九,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呢, 要先念它的, 这个, 呃, 阴阳性, 也就是九, 再念它的味, 也就是二, 所以第二窑叫做九二, 第三窑叫做九三, 九四, 九五, 到了第六窑呢, 又跟第一窑的情况是一样的, 先念它的味, 但它不叫六, 就跟第一窑不叫一, 第一窑叫做粗, 第六窑叫做, 上, 就先念上, 然后再念它的阴阳性, 因为它是阳阳, 用九来代表, 所以呢, 还是什么, 九, 所以叫做上九, 所以初九九二, 九三九四九五, 上九, 这样子, 好, 你不用担心, 你没理解, 或没记下, 这种游戏呢, 我们搞了五六七八次呢, 你不会也得会啦, 所以你现在根本不必记, 好, 好,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卦象, 这是一个六窑的卦象, 但是呢, 各位同学, 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会说, 哎呀,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八卦, 喜欢讲人家的八卦, 这样, 就讲人家的狗屁刀招, 鸡毛蒜皮的, 失恋啊, 什么偷钱啊, 什么这些事情, 作弊啊, 什么这些事情等等, 没有啦, 我们没有作弊的事情, 我乱讲了, 这个八卦呢, 虽然我们日常上是这样, 开玩笑的利用它, 那在周易呢, 八卦是个专有名词, 八卦是什么呢, 八个三窑的基本卦, 好, 什么叫做三窑,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前卦是六个线条, 叫做六窑, 周易呢, 这种六窑的卦有多少个, 大家知道吗, 对, 有六十四个, 这六十四这个数字呢, 是一个数字的必然的结果, 为什么呢, 它反正就是六个位置, 去放, 你或者放阳窑, 或者放阴窑, 所以如果只有一个位置的话, 可能性有二, 如果只有有两个位阶的话, 那可能性排列组有几种呢, 多少, 四吧, 二的二次方, 我觉得我不应该问说, 明白吗,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排列组合, 如果它是三个位阶, 就是三窑, 那没有可能性, 或阴或阳, 那么它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 有几种呢, 就二的三次方, 要明白吗, 八, 八卦就是八, 那你会发现说, 一个六窑的卦, 它很可能刚好是, 两个三窑的卦, 组合而成的, 在认识卦象上, 事实上就是如此, 两个三窑的卦, 组合而成的, 所以, 每个三窑的卦, 就成了我们认识, 一经卦象的, 基本性, 你可以先假定, 这个假定呢, 八成是对的, 六十四卦, 六十四个卦象, 但这个卦象, 叫做什么名字, 为什么是这个卦名, 它是经由, 两个三窑的卦, 组合而成之后, 藉由这两个三窑的卦, 本身所代表的意思, 的组合, 所做的意思, 的联想, 而成为, 这个六窑卦象, 的意思, 这话也很复杂, 你也不要觉得, 你听不懂, 很担心, 因为我们会讲六十四次, 最后你就明白, 我什么意思, 你不用担心这样子, 三窑, 总共有八个, 成为谭义经的, 基本话, 这八个三窑, 一个一个的, 代表着, 一种, 不同的意义, 它代表的东西呢, 类别很多, 有一类, 叫做抽象意义, 什么钢剑啊, 柔顺啊, 这个危险啊, 光明啊, 震动啊, 柔弱, 喜悦啊, 停止啊, 等等, 有一类呢, 代表抽象意义, 有一类呢, 代表什么, 自然世界的事物, 天地, 日月, 山则, 水火, 我讲了这几个都是, 眼睛一打开, 我们在交大校园内, 眼睛一打开都是建筑物, 跟马路这样子, 汽车, 脚踏车, 在古代的社会, 大自然之间, 眼睛一张开, 天地, 日月, 这样子, 山, 沼泽, 水火, 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三窑的, 画, 总共有八个, 一个一个呢, 有象征着, 这样的自然事物, 还可以象征什么呢, 一个家庭里面, 长女, 中女, 少女, 长男, 中男, 少男, 以及父母, 是不是刚好八个人呢, 八个人, 还有种种的象征的事物, 所以才能够经由两个三窑的挂的组合, 形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挂像, 形成了一个挂名, 因为一个挂像就是六窑, 就是两个三窑的组合, 两个三窑的组合呢, 藉由它的意义所象征的事物, 的连结, 的联想, 想出一个意义, 给它定一个名称, 叫做挂名,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 挂像跟挂名的关系, 是一个联想的结果, 你可以说没有必然性, 但是呢, 当我联想好了以后, 我要把它定位为, 这个主题了以后, 藉由它六窑的阴阳的变化, 产生的这个特殊的结构, 我要去说它里面, 事物发展的原则的时候, 它就有固定的原, 它不会乱, 它不会乱, 就像汽车, 都是汽车, 我设定这辆汽车, 拿来当犯罪的工具, 我设定这辆汽车, 拿来比赛, 谁开得比较快的功能, 我设定这辆汽车, 负责送快递, 其实, 为什么这部车一定要干这个事情, 为什么那部车一定要干那个事情, 大家都同一个厂牌的, 也同一个颜色的, 所以没有什么必来做, 但是一旦你设定了以后, 它们就有那个差别, 那么不管怎么差别呢, 汽车, 它得加油的, 或者是加电的, 它有轮子的, 它有驾驶人的, 这些操控的原理又是相同的, 所以卦象跟卦名之间的关系, 就有这样的关系, 好, 我讲周易呢, 第一件事情, 卦象出现了, 第二件事情, 定义, 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第三个,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第四个, 在这一个名字的意思的这个主题下, 这六个位阶, 六个层次, 六个角色, 六个阶段的发展, 是什么样的意思的发展, 我们讲易经最重要就是, 六个位阶, 六个角色, 六个层次, 甚至六个时段的发展, 是什么意思的发展, 这是认识易经, 最有价值的部分, 也是真正重要的部分, 也是给我们人生指导的建议的, 最关键的部分, 这六个位阶, 阶层还是, 时间的次序, 还是六个不同角色人物, 所排演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一出来,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谈, 应对进退, 极凶酷斧, 好, 那么这个, 所以呢, 我们要认识挂象, 看挂象, 然后认识挂名, 然后呢, 就再思考, 一到六, 它到底是谈一个, 时间发展的故事, 还是六个位阶的事件, 还是六个人物, 在互动, 的故事, 这样谈清楚以后呢, 这个挂就可以解读了, 就可以给我们人生的建议, 好, 前为天什么意思呢, 下面这一个, 单摇的挂, 它象征的意思是天, 上面呢, 象征的意思是天, 因为两个都是前, 所以讲一句话就好, 前为天, 上面是前, 下面也是前, 前上前下, 那挂名呢, 那就是这个, 因为它上面也是前, 下面也是前, 所以就叫做前挂, 然后周易六十四挂呢, 有八个挂, 它就是这个, 上面是这个三摇挂, 下面也是这个三摇挂, 所以它在三摇挂的时候, 叫什么名字, 它在六摇挂的时候呢, 它也是叫做这个名字, 这样, 好, 那前挂要象征什么, 代表什么, 你看, 前, 杨摇, 每一个杨摇, 它的抽象意义, 讲的呢, 都是刚健, 刚健, 那么, 各位同学, 不管你个性多么刚健, 你人生总有软弱的时候, 好, 但是呢, 这个挂呢, 它说明了一种状态, 就是这一位主角, 从头到尾都是刚健的状态, 那么, 在整个社会执制里面, 现在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叫做社会执制, 毕竟, 周易, 周朝初年, 才确定的文字版, 版本, 周朝初年的政治家集团们, 把过去, 有人上网, 上这个网, 有人上网上那个网, 上各种的网, 来问事情, 他规定统一, 以后只有易经网, 当你们上了易经网之后呢, 你沾到这个挂项, 这个, 这个摇位, 那答案就把你写下来, 所以就固定了一个大家展示的文字版本, 因为在周朝初年以前, 下朝商朝, 古代的中国, 就有大量的这一种, 占世的活动, 因为古人呢, 这个科技文明, 没有那么发达, 各位同学, 就像今天科技文明这么发达, 假设你下个礼拜三, 要去北京, 你还是得上网查一下, 有哪些飞机你可以搭吗, 有哪些高铁你可以搭吗, 这样明白吗, 你总要去找资讯嘛, 那古人呢, 也要找资讯, 但是没有像我们现在, 又有字典, 又有百科全书, 还有网络这么发达, 问告于鬼神, 詹事, 就是他们找资讯的方法, 为什么这一套有效呢, 这是个秘密, 现在还不能告诉大家, 我们在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的时候你们笑, 我开玩笑的时候你们不笑, 所以古人问告于鬼神, 透过沾示, 得到一个讯息, 那么因此呢, 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了以后, 那很多人就沾啊, 有得到这种六个都是杨瑶的挂象呢, 那么这个也很多次啊, 可能问不同的事情, 那最后周朝初年的政治家集团, 就把他确定化的文字, 编写出来, 所以义经又叫做周日, 但这种沾示的活动呢, 下朝商朝就有啦, 就是这样, 好, 那么文字版本确定后, 就在这个文字的表述里面, 反映了社会体制, 一定就是, 人在一个体制里面的某一个位阶, 面对某种事情, 应对进退的吉凶或福的建议, 吉凶或福的预测, 以及应对进退的建议, 只要是事情, 一定是体制内的事情, 结构内的事情, 这样, 一定找一个结构, 我们在家庭是个结构, 在社团是个结构, 在学校是个结构, 在公司是个结构, 在军队是个结构, 这样明白吗, 在班级里面是个结构, 在办公室里面是个结构, 周朝初年的政治家, 最结构的, 封建体制, 明白吗, 中央, 地方, 高层, 基层, 一个新的王朝, 推发的旧, 它就是一个结构, 一个社会体制, 要追求社会体制的稳定, 包括大家展示, 的, 这个活动, 发生在日常生活的, 种种层面, 但主要是贵族阶级在操作, 那么确定了一个固定的文字的版本, 所以这个文字的版本, 反映了阶层的思考, 反映了体制的思考, 反映了人形成人群, 有高阶, 有基层, 有中央, 有地方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模型出来, 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思考, 所以呢, 所有的挂名, 其实针对人在社会情境里面的命运, 来做讨论, 前挂呢, 的挂意就是, 一个社会体制里面, 有强者, 有弱者, 有成功的, 有失败的, 有面对这个课题, 有面对那个课题的, 各位同学, 你们很幸运, 你们学到的第一个挂, 不止你们很幸运, 全世界学义精人都很幸运, 学到的第一个挂就是, 告诉你怎么做皇帝的, 做国家的领导人的, 前挂就是领导, 国家领导人, 一出生就是被封为, 指定为太子这样子, 准备继任大同, 从头到尾都是最刚见的, 形态的, 一个成长的历程, 这个成长的历程呢, 也是周一六人四挂, 所有挂项的成长历程的, 基本模型, 然而呢, 当我们学了昆挂以后呢, 我们会更加的认识, 昆挂, 也是六十四挂的, 基本模型, 所以乾坤两挂配合起来, 就是周一六十四挂的, 基本模型, 前挂是一个刚见的原理, 一出生就准备纪大董做皇帝, 我先这样讲,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那昆挂呢, 六摇皆因, 谦虚柔顺, 表达是什么, 承担重责大任, 准备做宰相, 准备做秘书长, 准备做总干事, CEO, 执行长, 会觉得执行长很厉害吧, 后面有董事长, 明白吗, 董事长是前挂, CEO呢, 很厉害对不对, 他是坤挂, 那中国哲学的, 易经的乾坤两挂, 用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谈体制的, 最高层的两个角色, 领导人, 钱的角色, 执行长, 坤的角色, 那这也反映了, 封建体制王朝的, 思维, 好, 钱挂, 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 天生注定要成为最高领导者, 从他出生, 进入这个身份, 到他逐步的接掌大权, 到他卸任, 或者是死掉, 为止的这六个过程, 那为什么是六个过程呢, 那只不过是, 反正用六来谈, 比较能够充分的说明事情, 你也可以用三来谈, 也可以用四来谈, 也可以用五来谈, 不是有五行吗, 不是有地水火风四大吗, 不是有天地人三财吗, 你可以用二来谈, 不是有阴阳吗, 这样明白吗, 那你可以用阴阳二来谈, 所有的事情, 确实如此, 你可以用三天地人来谈, 所有的事情, 你可以用地水火风四大来谈, 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谈, 所有的东西, 这样子, 那周易呢,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数的结果, 数字数学, 二的六次方的结果, 所以他是六, 而用六来谈, 所有的事情的发展的六个阶段, 六种角色, 这个六个位阶, 是一个蛮好的模型, 就这样, 所以他用六来谈, 所以一个, 注定了要成为君王的人物, 从出生, 进入这个体制, 到承担大任, 到卸任的六个发展阶段, 好, 所以我们学易经呢, 一开始就先学, 国家领导人一生的轨迹, 就这样子, 我在这个六十四卦的这个介绍里面, 固定的结构, 就话说周易这本书的体力, 不是周易的体力, 周易的体力呢, 是另外一回事, 那当然我这个得符合周易的体力, 但是我这本书的体力呢, 通常就会是这样, 讲卦, 然后钱为天, 那因为他刚好两个都是钱, 所以叫钱为天,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那钱为天, 就是这个卦象所代表的自然意义, 然后呢, 上面一个卦象代表的自然意义, 跟下面一个卦象代表的自然意义, 那上面是钱, 下面是钱, 上面是天, 下面是天, 这就是这两, 这两词的意思, 然后这就是他的卦象, 接下来呢, 就说明他的卦名, 卦名就是谈如何从这个卦象取得这个卦名, 但这个卦名的取得就钱卦很简单, 因为呢, 他太这个圆形了, 太经典了, 没有那么碰巧, 六摇都是杨摇, 所以他就是钱上钱下, 那没别的, 他就是钱卦, 这个卦名的取得算是比较, 简单的, 六摇四卦后面的卦名的取得, 有一些他的联想的思考, 但这个卦名就很简单, 然后就说明他的卦意, 这个卦意呢, 就是要一个刚见的人, 注定要做领导者的, 他的成长的六个位阶, 好, 卦意讲完了以后呢, 要讲的是姚旭十位, 钱卦, 卦意跟姚旭十位呢, 意思差不多, 其他的卦不一定如此, 什么是姚旭十位呢, 那么, 一个卦从第一摇到第六摇, 从初二三四五上, 的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究竟谈的是, 同一个世界, 的六个时间发展阶段, 还是, 同一个事件, 六个不同位阶的角色人物, 在这个事件的对待的态度, 这是不一样的, 姚旭十位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各位同学, 我认为, 六十四卦, 每一卦的学习, 这个钥匙掌握住, 你去读这个六十四卦的, 每一个卦的, 姚旨就清楚, 学周易, 就是学姚旨, 不是学挂名的取得, 那对我们人生, 没什么大的帮助, 那只是一个联想, 决定, 这辆车负责购东西, 那辆车负责买东西, 那辆车负责赛员, 没有人要负责偷东西, 我乱讲的, 就决定他干什么, 重点不是决定他干什么, 当你决定干什么, 要怎么干, 那才是智慧, 就是这个六摇的故事, 所以呢, 摇旭十位, 就从初到上, 到底是时间的问题, 还是位置的问题, 还是角色的问题, 这个搞清楚, 就是掌握认识每一个卦的关键, 就有一套逻辑啦, 或者说, 它就是一个故事, 各位有没有读过漫画书, 或者是, 就是说, 某一种漫画, 它每一次就是四格, 一个故事用四格漫画讲完, 或者是六格, 或者是八格, 这样明白吗, 漫画常常是这样, 很简单, 就是四格, 或者是六格, 或者是八格, 就把这个故事, 讲完, 周一呢, 就是六格漫画, 用六格, 光光图像, 把一个故事讲, 摇旭十位, 就是把故事找出来, 它的发展逻辑是, 这里讲清楚, 这个一节, 通透啦, 否则呢, 你就是杂乱无章的, 谣词的学习, 训辜, 考据, 但是你得不到智慧, 掌握摇旭十位, 就是掌握故事的意思, 然后六个变化, 你就能够得到智慧, 各位同学, 摇旭十位是最重要的, 那我解读这个周一, 在话说周一这本书里面呢, 我想这个, 绝大多数的解义的著作, 没有在这个地方, 做琢磨, 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 一定有意识到, 没有意识到这个, 摇旭是讲不清楚, 但我做了一个清楚的, 琢磨, 每一个卦都有, 摇旭十位, 那么前挂的摇旭十位呢, 就是要成为君王的, 从年轻到老的整个的过程, 跟这个挂音呢, 是同样的意思, 好, 再来就是, 新闻, 新闻呢, 就是挂词跟摇词, 其实主要是挂词跟摇词, 但是没有挂像, 没有挂名, 谈和挂词, 摇词, 是我们也把挂像跟挂名, 放在经里面, 好, 一个是挂词, 一个是摇词, 我们先讲摇词, 摇就是这六个摇, 从初到上, 一二三四五六, 每一个位阶, 给他一句话, 在这一个位阶, 或者这一个摇位, 你的吉凶或虎是什么, 你应对进退之道, 是什么, 这就叫做, 这就是他的摇词, 那, 玉军呢, 前挂呢, 他六个摇的, 摇词是这样子, 我们先看一遍, 先不用管意思, 我们刚刚讲过, 第一摇, 先念他的位置, 也就是初, 再念他的阴阳性, 是阳就是九, 是阴就是六, 所以他第一摇叫初九, 第二摇叫做九二, 第三摇叫九三, 九四九五, 第六摇呢, 要先念他的位置, 再念他的阴阳性, 他的位置是六, 但是我们不念六, 我们念上, 然后阴阳性是阳, 所以我们念九, 叫做上九, 那这就是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然后他就有这个摇词出现了, 那摇词就是这一摇一摇的位阶, 我给他一句话, 说明状态, 命运, 复制以吉凶毁令, 吉凶毁令, 这样子, 复制以这样的一个命运预测的判断, 好, 这就是摇词, 我再说一遍, 各位同学, 学人生智慧就是学摇, 应对进退, 情境的理解就是学摇词, 学摇词呢, 就是六个摇词同时学, 这是一套的, 六个摇词同时学, 这是一套的, 这样子, 各位就像你学开车, 你不会只学方向谈吧, 你一定还会学, 油门嘛, 但你不会只学油门嘛, 那就惨, 你还会学刹车嘛, 对不对, 那你也不会只学油门跟刹车跟方向板, 你还会学那个后照镜嘛, 对不对, 说着说着要学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包括学开车, 你都不能只学, 一样你就能开车,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你要面对人生的迹努, 面面搞清楚, 给你六格漫画, 来说你的处境, 比较容易说清楚, 所以是六摇, 智慧就在六摇里面, 至于挂下, 那是固定的, 反正就六十四套, 挂名呢, 那叫做指定性的联想, 或者叫做命题作文, 谁你怎么指定, 有道理就好, 重点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我们现在来抽签, 抽到谁呢, 就要讲一个故事, 反正我现在有六十四个故事, 谁抽到什么, 你就上来开始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跟这个故事, 没有必然性的关系, 没有偶然性的关系, 不过你要讲任何一个故事呢, 必须符合以下宗旨, 第一, 光明的人生, 人性是善良的, 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为社会服务, 最终天下太平, 这样明白吗, 故事的过程是要有规定的, 讲什么故事没关系, 好, 所以, 精彩在瑶子, 好, 那么瑶子讲了, 那什么是挂词呢, 挂词呢, 可以把瑶子说明之前, 确定主题以及大政方针, 甚至呢, 先做好结论,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把瑶子, 当做摘要, 化名当做论文的题目, 这样子, 然后六瑶的瑶子呢, 当做六个章节的小标题, 极其内涵, 这样很清楚, 写论文, 论文题目, 挂词就是它的摘要, 摘词, 反正你一定给我分六节写, 一定分六章来写, 或分六节来写, 起层转合, 第一摇前沿, 第六摇结论, 中间四个摇让你去变化它的故事, 前沿起层转合, 结论, 这是我今天发明的, 讲六摇的新的讲法, 所以, 挂词是什么, 就是刚要, 这个挂的刚要, 摘要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这个真将实战来进入前挂的挂词, 原亨立真,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原就是开始, 亨就是祭次, 这个, 这个, 立呢, 立就是立的意思, 就是有利于, 很适合, 真呢, 就是占卜, 开始祭次, 有利于占卜, 那这是一个解释, 在隐身发展的一个解释呢是, 就比较哲理性的解释, 从开始, 发展, 然后确定, 然后落实收尾, 那这是, 在, 义理的角度, 来解释, 前挂的挂词, 的通常的一个解读法, 事情的开始, 然后亨通的发展, 然后做出一切, 有利的方案, 有利的政策, 然后让这件事情呢, 圆满的收尾, 圆亨利争, 圆满的收尾, 那, 所以这个话很, 所以, 我会觉得, 呃, 就是, 讲一个冠冕堂皇的话, 我们的人生智慧呢, 还是没有进入, 细节的, 精彩, 细节的, 操作技巧当中, 所以学义经的精彩, 还在于他的, 摇词, 好, 精彩开始来了, 初九, 乾隆乌用, 啊, 这个词呢, 呃, 在座诸位, 有大一, 有大二, 有大三, 有大四, 啊, 那么, 我念大一的时候, 我的同学呢, 口才很好的, 然后被, 呃, 招兵买满, 进入我们系上的, 这个系, 辩论队, 然后呢, 要去参加, 啊, 这个, 所有的大专院校, 呃, 的这个辩论比赛, 我的同学呢, 因为是大一嘛, 就进入了系辩论队, 然后大三的学长呢, 就讲了一句话, 乾隆乌用, 啊, 有印象很深刻这样, 印象很深刻到现在还记得, 不过当时呢,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啊, 以我现在的解读呢, 学长叫学弟, 你闭嘴这样, 比赛的时候呢, 你少上场, 不然就输了, 你看, 我们大二大三的学长上场就好了, 但你现在要来, 那观摩要见习, 这样明白吗, 前头忽略就是, 首先他是龙, 因为他没找我, 因为我不是龙, 找了我同学, 我同学口才很好, 他是龙, 他将来可以当这个, 主将, 这样, 所以他已经, 亲身注定的就是辩论高手, 虽然如此, 一开始, 你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啊, 不用, 多听多看, 不要你上场比赛, 但不是不让你进入这个结构, 已经让你进入这个结构了, 明白吗, 已经让你进入这个结构, 千挑万选选出来, 虽然如此, 代表全系, 代表全校, 或代表全国去参加, 比赛的时候呢, 你不一定是上场的主将, 你要有这个认识哦, 很多人可能会犯这个错误, 超厉害的, 选了我了, 怎么不让我上场比赛呢, 你这么年轻, 你急什么, 不比他厉害啊, 不行不行, 你经验不够, 钱哦, 虽然就是这个, 好, 九二, 献龙在乎, 一切一大人, 请注意, 初二三, 基层, 四五上, 高层, 我们就要再讲一个, 周一著作体力的, 固定的, 结构的问题, 基层, 高层, 好, 这个, 有一个, 一一相应的关系, 一二三, 的这个基层的结构, 跟四五六的高层的结构, 很类似, 一是新进人员, 二呢, 就是基层的干部, 那么一二三跟四五六, 这二跟五, 固定都是, 结构里面的干部, 核心, 中间, 负责, 有十位, 有十权的, 第二遥, 一二三的中间, 就是基层的主管, 基层的干部, 四五六, 的五, 就是高层的主管, 那你立刻要理解, 高层, 一堆主管, 谁都是主管, 主管中的主管, 那不就是校长的吗, 主管中的主管, 那不是国家的领导人吗, 对的, 第五遥, 就是最高领导, 这样明白吗, 在周一就会把它讲做大人, 就是那个大人, 这样子, 第五遥就是最高的领导, 第二遥呢, 就是基层的主管, 我们用学校来做比例, 非常容易了解, 系主任, 所长, 这个第二遥, 这样子, 医院长, 教务长, 财务长, 国际长, 计算机中心主任, 什么什么的这些, 那是什么, 就是第四遥, 第四遥, 四五六, 都是高阶层的, 都做大官的, 其中有一个是大官里面最大的, 那就是领导者, 国家领导人, 这样, 校长, 书记, 这个叫什么, 那第五遥, 那第四遥呢, 是什么, 第四遥就是, 院长, 教务长, 财务长, 国际长, 高阶的大官, 然后第二遥呢, 就是基层的主管, 就是系主任, 这样就很容易了解了,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 我们待会再讲到第三遥, 尴尬的就是第三遥, 然后呢, 这个容易闯祸的, 比较凶险的, 第三遥, 好, 我们现在讲第二遥, 所以第二遥是什么, 第一遥呢, 前龙乌右, 第二遥呢, 陷龙在天, 什么叫你乌用, 就是你闭嘴不要讲话, 叫你陷龙就是, 由你来表演, 轮到你表现了, 历见大人, 你就听第五遥的指挥, 第五遥就是辩论队的队长, 可能是某位大三大四的学长, 也可能是某位研究所的学长, 也可能是系上某一位老师, 就听第五遥, 是我们辩论队的队长, 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跟他心心相应, 历见大人, 来, 陷龙在天, 展现你的常态, 我们进入一个社团, 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行, 到一定的时候呢, 我们被邀请担任干部, 或负责某一个活动, 这个时候一定要勇往直前, 全力, 你也可以不勇往直前, 全力以赴, 推诿色者, 但如果你是这种信仰, 你怎么可能是天生的领袖, 这样明白吗, 我们谈的是什么, 天生的领袖, 将来一定做领袖, 所以他在第二遥呢, 有机会, 征招, 负责任, 绝对不会逃避, 县龙在天, 历见大人, 跟最高领导, 心心相应, 各位同学, 任何一个单位, 基层的主管, 跟最高阶的主管, 如果不心心相应, 这个单位能好吗, 所以, 一定要心心相应, 好, 第三遥, 终日前前, 细涕若立, 独究, 这一个, 要成为将来, 最高领导人的人物, 做过了一些基层的主管, 在他登上最高的大位之前呢, 还有很多中间阶层, 以及各种不同领域的角色, 需要去办理, 他有时候要在重要的省份历练, 有时候也要在, 不是不重要, 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做历练, 这样子, 所以第三遥, 指的是, 他到了一个, 这个更艰困的地方, 不是他成长的地方, 不是他熟悉的地方, 然后去历练, 而且碰到很多的困难, 终日前前, 前代表刚见, 早上碰到一个难题, 才解决完, 第二个难题又来了, 第二个难题还没解决完, 第三个难题又来了, 开会解决第二个难题, 从此开始处理第三个难题, 结果第二个难题还没解决, 第三个难题才开始处理, 第四个难题又来了, 就这样, 一天当中像个陀螺一样, 搞死你, 但这不是凶险的, 这就是让你去利用, 实际上你有这个能力, 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大的能耐而已, 所以各位同学, 人如何成长, 不怕事多, 不怕事难, 的人天生领袖, 将来一定成功, 怕事多, 挑容易做的, 不是天生领袖的性格, 话说回来, 各位同学, 你们也不一定一定要要求自己做领袖, 明白吗, 领袖只有一个人就好, 所以领袖常常不是人干的, 太辛苦了, 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要做领袖就得这样成长, 我们现在谈的是领袖的这个卦,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处境, 人有种种不同的性格, 人也可以不这样扮演角色, 但这个卦谈的是领袖的角色, 所以他会经过, 这个更艰苦的磨练, 从第一窑到第二窑, 在你正常成长, 你可以预想的那一个阶层, 你上来受到重用, 好好展现常产, 那你将来要应付的局面, 要对付的问题, 哪有那么单粗, 所以哪里有危险, 就要到哪里去受, 这个锻炼, 中日前前, 整天非常辛苦, 细傍晚, 警惕, 表示小心翼翼, 弱, 好像, 利, 危险, 白天整天都面对, 第一第二第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困难了, 到了傍晚呢, 担心, 还在担心, 夜里会不会又出什么状况, 觉得非常危险, 但, 你有那个能耐的, 你200%的注意力, 全神贯注, 然后呢, 又没有许多无畏的, 这个个性, 不当的欲望, 无畏的个性, 不当的欲望, 这八个字, 人生不能够成长失败, 无畏的个性, 你可能已经好多个了, 不当的欲望, 其实欲望没有说不当, 过度, 过度才会不当, 不当的欲望, 也就是过度的欲望, 就是人生失败的欲望, 你都没有这些啊, 你战战兢兢的, 终日前天, 细体若立, 到了傍晚, 还在谨慎小心, 生怕夜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大家都已经休息了, 你这么认真, 你天赋又这么好, 你不用担心, 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 无究, 就不会有大的灾难, 好, 九四, 九四的位阶呢, 初二三在地方, 二呢, 地方的主管, 三呢, 还是地方, 他可能是主管卸任之后, 做那个地方的资深问, 也可能是经济之地的地方主管, 做完以后跑到边疆, 去做边疆的大员, 但毕竟离中央甚远, 所以是第三遥, 还不到中央, 在经济之地做基层的资深的管理人员, 第三遥, 到边疆去做大员, 第三遥, 你要碰到更多更多的困难, 挫折, 终日前前, 到傍晚还不能够安心, 你这样做就对了, 重要的成长阶段, 第二遥是重要的成长阶段, 第三遥是另外一个形态的重要的成长阶段, 第四遥呢, 你已经成熟了, 承担中央的重责大任, 但还不是最高领导人之位, 还有许多的谋略, 许多的锻炼, 那么按照周易六遥的位阶, 各位同学, 第一遥是新进人员, 新进人员, 不那么想平民百姓, 第二遥呢, 是干部, 第三遥呢, 是好像没有实权的干部, 要不就是偏远的地方的有实权的干部, 但是不影响中央的政治, 这样子, 相较于感觉上是没有实权的干部, 甚至呢不是干部, 这个督导啊, 审查啊, 访问员啊, 这种角色, 第四遥是干部, 第四遥是官员, 有十位的官员, 第二遥跟第四遥是官员, 第二遥跟第四遥是官员, 有十位的官员, 第五遥, 严格说不叫做官, 因为他是最高领袖, 他是董事长, 你做官了没有做啦, 做什么官呢, 我是董事长, 各位朋友, 你只要有一点钱, 你就可以做董事长, 严格讲他不叫做官, 这样子, 但董事长身边有总经理, 也有基层的科长, 基层的科长是第二遥, 身边的经理是第四遥, 一个注定要做领袖的人物, 当他到了第四遥的时候呢, 他看着那个位置, 看着整个环境重大的许多问题, 他其实没有办法同时解决那么多问题, 那他就只能, 他可能会负责某一个重大的问题, 可是一个国家重大的问题, 可能有十个或者一百个, 各位朋友, 你认为是十个, 其实我告诉你是一千个,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个国家的重大问题,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就对了, 我只可能负责解决一个问题, 破跃在渊哪, 好像我位阶很高, 但是呢, 事实上我还是距离它非常的遥远, 然而啊, 第一遥第二遥第三遥的人, 看到了第四遥, 就跟看到天子皇帝是一样, 因为你就是他的代言人啊, 那中央的大员到了地方, 人家就认为我看到了中央呢, 你就代表中央, 所以从地方的角度来看呢, 你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破跃, 然而从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呢, 你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如履, 生怕一步错来, 因为跟你同等级的能力, 位阶的人还恨你, 不一定是你上了去, 就在于那个心情, 好, 破跃在渊, 这也不是重要, 反映了你的心情, 重点是我们要把这个位阶的角色, 所面对的问题说清楚, 说清楚你明白了以后, 该干嘛干嘛, 那到昆卦呢, 会有更清楚, 更形象生动的说明, 前卦就说到这里, 那吴咎, 你只要这么谨慎, 那么不会有大的纠难, 各位同学, 为什么没有大的纠难呢, 归根结底的关键, 这个杨瑶, 他对自己期许高, 认真负责, 十八般武艺, 该会的都学会了, 没有偷懒的一天, 所以无咎, 如果偷懒, 如果逃避, 那不一定无咎, 有可能重大的纠难, 那为什么他无咎呢, 他就是前卦, 他六摇都是杨瑶, 他的任何一个时段, 都是权力, 做好了百分之两百的, 你是中央还是地方, 你是边疆还是什么的, 哪一个位阶, 哪一个角色, 他都能做好, 拥救, 好, 九五, 飞龙在天, 历见大人, 我们平常有一句, 有一个词叫做, 九五之尊, 九五之尊呢, 讲的就是古代的天子, 帝王, 国君, 好, 为什么讲九五之尊呢, 以前卦而言, 第五摇, 就是前卦的卦主, 每一个卦的六摇,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 不正常的情况下, 还是这样子, 只是那个权力旁移了, 就是不舍, 第五摇就是最高领导之位, 就是上卦的中卦, 上卦就是四五六, 叫做上卦, 中卦就是四五六的五, 就是中卦, 就是实权的, 就是上层中央, 最有权力的那一个角色, 那么他呢, 是这个国君, 飞龙在天, 不是真正的龙, 而是人间的这个领袖, 帝王, 就像飞龙在天一样, 大家看到他都沾咬, 都欢呼, 都鼓掌, 意思是你掌握天下的权力, 照顾百姓万民, 历见大人, 九二也是历见大人, 是历于跟九五相见, 九五历见大人是, 历于显现自己, 大开大合地, 展现自己, 说清楚, 讲明白, 你做皇帝, 你的政策是什么, 显现出来, 所以各位同学, 有一个智慧叫做谦虚, 有一个智慧叫做不敢为敌, 天下心, 这个智慧, 不是前挂的智慧, 前挂是不谦虚的, 不谦虚不是高傲, 而是说清楚, 想明白, 负责任, 明确的指出政策的方向, 假设你是船长, 这艘船要开到哪里, 你说我谦虚不好意思讲了, 假使是两军交战, 你是甲方的阵营的主帅, 然后呢, 部队要往哪里打, 你说我谦虚, 哎呀, 你能够赚大钱, 哎呀我谦虚, 我不好意思讲, 各位同学, 你能做董事长吗, 你能够做主帅吗, 你能够做船长吗, 明白吗, 所以这一个挂, 这个挂就是要立线到, 展现出来, 不要做什么清清楚楚的, 讲出来, 安定天下, 率领天下, 大得力, 荡荡的展现, 中国哲学有一个智慧, 谦虚, 我们现在不是谈内的, 我们待会立刻就会谈到, 就是昆卦, 为什么昆卦要谦虚, 而昆卦要大开大合呢, 这是角色逻辑, 好, 第五摇, 国君, 上九, 抗龙游会, 然后呢, 不是, 讲错, 第六摇, 第五摇, 国君,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然后第六摇, 上九, 抗龙游会, 这种角色, 是耗心力的, 天下所有的事物, 你都要付, 好, 这个, 如果有坏人, 也是要你去对付, 有敌人, 也是要你去对付, 有好人, 也是要你去拔足, 很多好人他很委屈, 因为坏人很多, 谁来对付坏人, 你要去对付坏人, 你是国君, 你要对付坏人, 你要不对付坏人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任由坏人, 欺负好人, 你这个国君角色, 就是没扮演正确, 所以呢, 这个常常, 忠臣呢, 很辛苦, 忠臣常常被陷害, 而且因为坚臣太多, 那坚臣呢, 常常是掌握大权的人, 坚臣的大权呢, 谁给他的, 还不是第五摇, 还不是君王, 当君王不敢跟坚臣说弄, 不敢惩罚坚臣的时候, 这个君王就是干假的, 准备要被推翻, 或者被当作傀儡, 所以, 钱挂的九五, 飞龙在天, 立宪大人, 什么事情都要你去做, 什么困难都要你去解决, 有敌人, 你要去打败他, 内部有小人, 你要去把他惩罚, 有坏人, 你要把他惩罚, 所以国君是最难为, 最难为, 最难为, 最难为的角色, 不是所有的人间的能力都会了, 千万不要去做这个位置, 不是不要去做这个位置, 而是你要准备好了, 再去做这个位置, 而通常呢, 国君干嘛, 就是没准备, 没准备好, 就做了这个位置, 所以犯了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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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错误, 所以他很辛苦, 这么辛苦, 干太久的会很累, 上酒, 抗荣, 犹豪, 做得太辛苦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坚毅的意志力, 惩罚了很多很多的坏人, 然后呢, 如果人生让你重新选择的话, 或许下次不要选择这个角色吧, 当时不是无知, 而是理想过于崇高, 加上能力又超强, 所以扛起了这个重责大任, 但是呢, 社会体制, 任何一个体制, 还有任何一个人, 都有死亡了一天, 任何一个体制呢, 都是新进人员, 然后卸任, 然后退休, 新进人员逐渐成长, 承担大任, 然后卸任, 然后退休,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承担了重责大任, 该做的事情做好, 最后呢, 会有, 我也不想再做了, 培养好接班人, 要把他送出去, 推出去, 交棒交给他, 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要休息了, 有点辛苦, 有点累了, 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境, 抗浓油,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境, 一直弄下去, 一直弄下去, 人是会老的, 还有年轻人是会成长的, 当他到了四十五十六十, 最精壮的时候, 准备接棒的时候, 你又不把棒子交给他, 本来他给你抬轿, 后来他成为要把你斗争下来的, 政治上的对手了, 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呢, 到了这个时候, 就要明板, 位置让出去, 全力交出去, 对于过去的那一切呢, 忘了吧, 不要再去想了, 不要一直做, 做到底, 做到死, 反而不会有好, 要去做这样的思考, 这是人生的一个阶层, 好, 其实我用了太快的速度, 把前挂讲完, 前挂可以讲三天三夜, 也可以讲一个学期这样, 不过, 我们这个课, 我就要带领大家, 六十四挂, 从头到尾读一遍, 把这个基本功签完成, 前挂的原理, 就是六十四挂, 一个挂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后面六十三个挂, 都会重复这个基本原理, 所以我也不担心, 就这样把它讲, 每个挂都是出道上六摇, 其中有两个挂, 有所谓的用九或者是用六, 用九就是前挂有一个用九, 在六摇之后, 用六呢, 就是坤挂有六, 在六摇之后, 后面六十二个挂, 都没有用九用六, 好, 那为什么有一个用九有一个用六呢, 是詹式的结果, 好, 怎么叫詹式呢, 那就是反正我就算一算算一算, 拿五十根丝草拿走一根分成两堆, 再拿走一根剩下四八堆, 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来算来算, 最后得到四根丝草, 得到九堆或者得到八堆, 或者得到七堆, 或者得到六堆, 因此我得到六七八九四个数字, 然后我来写这个挂的挂项, 得到九就是一个羊瑶, 得到七也是一个羊瑶, 得到八就是一个阴瑶, 得到六也是一个阴瑶, 六八红数是个阴瑶, 七九, 七数是个阴瑶, 结果发生了一件特别特别特别的事情, 我第一次弄到九堆, 第二次又是得到九, 第三次得到九, 第四次得到九, 第五次得到九, 第六次得到九, 就死你也要做皇帝就对了, 太奇特, 太奇特太奇特, 所以你不是皇帝谁是皇帝, 你不是领袖谁是领袖, 所以詹事上,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弄了这个六次都是羊瑶, 非常特别的情况, 而且这个羊瑶呢, 必须再介绍, 羊瑶有九, 七也是羊瑶, 我们在讲这个詹事的时候, 究竟要得到哪一个挂, 哪一个挂词或哪一个瑶词, 作为你这一次命运, 预测算命的结果, 是你得到一个九, 左边画一个羊瑶, 右边画一个阴瑶, 就是你每一次都同时画两个瑶, 不得不把这个话讲完, 然后呢, 这个, 你每一次都画出两个瑶, 然后才去确定, 根据刚才那个三次的结果, 才去确定哪一个, 左边这个挂就是本挂, 右边那个挂就是知挂, 才去确定到底哪一个挂词, 还是瑶词, 作为你这一次算命的结果, 就是这样, 这是詹事的结果, 那你如果得到九, 左边一个阴瑶, 右边一个阴瑶, 得到六, 左边一个阴瑶, 右边一个阴瑶, 那如果得到七呢, 左边一个阴瑶, 右边还是阴瑶, 得到八呢, 左边阴瑶, 右边还是阴瑶, 也就是九跟六, 叫做老阳老阴, 一定要变, 七跟八呢, 叫少阳少阴, 不变, 本挂跟知挂, 原来的, 跟变换出去的那个呢, 你得到九, 右边就画, 那就是六阴瑶, 得到七, 左边阴瑶, 右边阴瑶, 得到八, 左边阴瑶, 右边阴瑶, 得到六, 左边阴瑶, 右边阴瑶, 这样子, 然后六个画出来以后, 那所以呢, 同样的这个, 阴阴阴阴阴阴, 右边呢, 有可能是阳阳阴阴阴阳阳, 或是阳阴阴阴阴阴阴, 因为它可能是九七九七九七, 或九九九七七, 而不会是九九九九九九, 当你是九九九九九, 是太特别了, 所以多了一个, 叫做用九, 全话跟坤话就是, 九九九九九九六六六六六, 有点像在赌博一样, 太特别了, 是来一个用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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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我们交通大学举办 上海地区高校校长们的座谈会 在某一个会议室里面 请问哪一位校长是最厉害的 不要问这种问题 也不存在这种问题 或者不是交通大学举办 他根本就是各个学校轮流主办 总言就说当大家都是 那个位阶的人物的时候 这是一个所有的人地位平等的状态 或者是上海地区的 股票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姻缘召开了一个联谊会 在某一个酒店里面 大家都是董事长 大家身价都很高很高 高到你让我很嫉妒这样 我也不想嫉妒了 反正跟我无关 然后呢 这些董事长呢 谁才是董事长中的董事长呢 没有这个问题 不要问这个问题 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好 再做一个比方 你们现在二十岁 上架 大学生 你们都读过小学 都读过小学 然后呢 这个 你们都是交通大学 不同科系 某一个省份 某一个县市 某一个小学 你们刚好都是那个小学毕业的 然后现在你们都是交大的学生 那我们就回到那个小学 然后在小学生 一堆小学生里面 你们跟他们讲 人生应该怎么样 小学生应该怎么用功 怎么样 或我们小学的时候 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 算了 你们跟小学生讲 人生应该怎么可能太早了 你们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们小学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头 有些什么 努力用功的事迹 不要讲 怎么样玩耍的事情 好了 讲完之后 同学呢 在可能是校长室 还是教育长室的 这个会课室那边坐着 那你们几位交大的学生 你们谁地位最高 谁最重要 没有这个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 不用谈论这个问题 当大家都是最高领导 那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地位平等 叫做见群龙无首 急 不是没有龙 而是不需要 手 群龙如果搞手 会怎么样 那很危险啊 地球都毁灭了 这样明白吗 还真的呢 这个地球上几个大国 如果准备龙咬龙的话 地球真的要毁灭 这地球上的几个大国 在一起 大家脑袋头马上就可以想象出来 这个好几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坐在一起 卸任了 或者美国总统 卸任了 那好几位啊 他们坐在一起 对这个比喻恰当 他们坐在一起 然后谁是老大 以美国为例 克林顿总统 卡特总统 然后布希总统 布蛇总统 最新的欧巴马总统 这样子 他们如果在某一个地方 坐在一起聊天 请问谁是老大 要明白吗 这个叫做群龙无首 急 不要去谈老大的问题 大家休息放轻松一点 没有什么事情 谁没经历过 没有什么难题 谁没经历过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谁没经历过 大家都一样 大家轻轻松松的相处 群龙无首 急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前挂 这个我说完了 我们现在赶快 这个到 坤挂 因为我们看坤挂的话呢 会 这个非常 好的 有效的 来跟这个 前挂 做一个对比 不好意思 刚漏掉了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我就现在必须要讲 因为这是舍弃体力的问题 好 我刚刚是直接把怪要死都给讲 从著作的体力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叫做 炭转 炭转是什么呢 炭转就是对挂词的解释 对挂词的解释呢 有一篇文章 叫做炭转 炭转呢 就是异转其中的一篇文章 就是挂词的解释 这篇文章 叫做炭转 好 钱挂呢 64挂都有炭转 那钱挂的炭转 大灾前缘 钱的精神 让天地万物开始生发了 统照了天地万物 统照了天下 云形与湿 自然的日月的 这个风雨的流行 造成万物 新兴向龙生长 一个公民的开始 然后呢 借由六个角色 六条龙 六个位阶 来完成社会上 所有的事情 整个大时代 就借由 这个六条龙 或这个六个位阶 各自的角色扮演 有全龙勿用的时候 有献龙在天的时候 有中日前前的时候 有霍月在渊的时候 有飞龙在天的时候 有抗龙有毁的时候 六个角色的扮演呢 搞定天下的事情 因为他们认真的角色扮演 让每一个人获得 自己的 这个生活的安顿之道 前道变化各种性命 宝和大和乃利争 把这些呢 圆满地和谐地 这个安排在一起 所以让社会 稳定成长 新兴向 守出树物 万国邪灵 各个省 各个市 各个县 没有贫困的人 没有这个犯罪的事情 把各种事情搞好 好 这就是 创传 对于 钱挂 挂词的 创造性的解释 这里头呢 哲学的创作的意味是多的 哲学创作的意味是多的 这种哲学的创作呢 在义经哲学史上有很多的创作 但是他跟 谣词的 人生事件 应对 进退 的解释呢 是不相干的 不能说完全不相干 有时候还是挺相干的 所以呢 我就不在这里多花力气 因为这会花很多的时间 好 再一个重要的体力呢 叫做项约 义经呢 这个 有两种项约 第一种项约 就是这个地方 挂词 讲完了以后 断转 就是对挂词的解释 讲完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项约 这个项约叫做大项转 还有一个项约呢 叫做小项转 小项转就是对谣词的项约 大项转呢 是对挂名的项约 断转呢 是对挂词的 也是这个意思 就对挂词的解释 叫做 断转 对挂名的 发挥 叫做大项转 就是这里的项约 对谣词的阐释发挥呢 叫做小项转 也是叫项约 知道 只不过 对这个挂词的 这个解释 叫做 担约 担转 挂名的发挥 项约 是大项转 谣词的 发挥呢 是 项约 是小项转 有三种转 大项转 小项转 还有担转 担转 说明发挥 说明发挥 挂词 大项转 说明发挥 挂 小项转 说明发挥 老子 六十四挂 有六十四个大项转 好 大项转呢 的体力 固定的是两句话 前面一句 讲挂项 后面一句呢 讲道德信念 道德教条 天行见 你就看到天 天就是什么 钱挂的 自然象征 因为他两个都是天 他就不要讲天天了 他就讲天行见 后面的挂 会看到 乾坤以外 因为坤也是 这个坤坤 钱是钱钱 钱是天天 坤是弟弟 这样子 后面你就会看到 这个 大项转的 前面一句话 是 借流 单摇卦的 象征 自然象征事物 一个一个 两个 所以他可能是 云上于天 或者是地中游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讲画像 前面那句话 是讲画像 藉由自然象征事物 抬笔一下 然后你会怎么样呢 印象 什么 风火 家人 各位同学 你到时候读到 后面的大象传 你会很喜欢大象传 因为呢 形象鲜明 因为他用自然象征事物 两种东西结合 只要你熟悉 三摇的 八卦 象征的自然事物 各位同学 你要用功 今天晚上就把它背下来 你要不用功 也不能讲不要用 不用功的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你不用去背它 你只要每个礼拜固定听课 听了五六七八四之后 你不记得也会记得 所以你不用背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 你不记得也记得 只要你认真听课 因为永远就是这八个 在那里 好 大象传 永远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藉由自然象征事物的三摇卦 两个三摇卦的组合 讲卦象 好 先做节目 讲卦象 第二句话呢 一个道德教条 君子自强不息 跟这个钱的概念 相关 道德教条 好 再重申 大象传跟瑶词的解读 没有直接关系 你得到道德教条 但你没有得到 拿着人际关心 宁静的理解的聪明 但你得到道德教条 把它拿来用就对了 反正他讲的一定是对的 好 我们刚刚讲过初九成龙 这边又来了一个项约 这个项约是什么呢 就是对瑶词的解释跟发挥 也就是小象传 其实义经的经文本来没有这个 那王毕以后呢 这个体力就变成这样 可这个体力呢 是一个很好用的体力 因为呢 小象传 大象传 跟炭传 确实是在解释 周易经文 所以就把义传里面直接解释 周易经文 照一条塞进来 变成新的经文的这个版本 这样的结构 我们固定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来读经文的 好 乾隆乌用 阳在下 就说明为什么乌用 因为你现在位阶还很低 时候未到 快点讲 第二遥 历见大人 小象传就说 谢龙在铁得失谱 现在就是你发挥能力 好好为基层百姓 的时候 得失谱 光大度 去为基层百姓 第三遥 九三的小象传 终日前前 反复道别 一天当中 一个困难 一个困难 一个解决 一个解决 意志坚定 绝不懈怠 不抱怨 不埋怨 不失控 跟大家讲一个 智慧的认识 处理 生活的事情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就是你不行了 失控了 失控了 懂吗 如果幼稚园的小朋友 你在上读书馆读书 他跑进来 大声乱叫 你一定是过去 笑嘻嘻 把他抱起来 看到马鸣在哪里 不要哭 不要哭 你会看到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你在图书馆读书 在那边大叫 很用力的嘛 臭小子 你在看什么 你给我滚出去 你会这样干吗 不会的 你不会生气的 一切在你的 这个能力范围之内 一旦生气就是你失控了 超越你的能力范围 所以你情绪会上来 九三 这么多的事情 蛮重压力 始终稳定地 面对 平静地处理 没有失控 失控就是这个能力还能锻炼好 你做君王整天发脾气 这样子 你有看到国家领导 整天在电视上骂人吗 你只有看到他的表扬人吗 对不对 国家领导整天在电视骂人 就是失控 不知道你们大家想到谁 不知道你们想到谁 好 好 反复道理 九四里的小巷传 货跃在渊 敬如秋意 你事情很多 都是重要的事情 攸关国家大事的决策 你就去做吧 本来就该你做 以后也会是你给负责的 所以你去做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各位同学 我们讲到坤卦的时候呢 逻辑就不是这样子 你未必可以进 有时候呢 你不能进 因为角色的危险 但前卦不一样 你有主张 你要去做 你要去做 态度牵合就好了 因为你的位阶 角色是这样子 九五的小巷传 大人造 你自己就是要成就自己 是天下众望之规 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把自己 建设成一个 能够让所有人依赖的大人 你把自己创造成为大人 好 上九的小巷传 因为告诉我们 赢不可救 你看你承担天下大任 从初到五 做了这么多 然后你承担 请注意 五年后十年后 有另外一个 跟你一样形态的人 他成熟了 要换别人 一命不可救 还有 你的体力 在壮严的时候 四十岁五十岁 可以承担这么多的任务 人家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承担不了了 一命不可救 这就是固定的人生的道 我上去 我下来的时候 我提醒你这个 赤血 这个道 好 道了 这个 用九 天德不可回首也 天德就隐秘在后面 天德不是九五 九五是人间的帝王 你都已经卸任人间帝王 大家都卸任人间帝王 大家都卸任董事长 卸任国家领导人 就这里头 已经不是那一个体制了 体制的第五摇负担整个体制 你甚至也不是第六摇 那就不要去负担体制 既然没有体制 没有高下的关系 就没有守 就没有领导 不可为首也 好 前挂 你一定要让他再见 因为我们把你二十分下课 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把坤挂讲 虽然我没有达到我的理想 讲四个挂 理想不能达成的时候 就不要达成 坤为地 都是阴摇 阳摇三个阳摇象征天 三个阴摇 坤象征地 坤上坤下 上面呢 三摇是坤 下面三摇也是坤 卦名就很简单 那就直接拿过来用 这样 好 卦意是什么呢 就是书名啊 柔顺底姿态 承担天下责任的角色呢 他成长的过程 然后呢 他跟前卦的重要的角色的差别 在于他具备执行能力 前卦当然有执行能力 但前卦说实在的 他说的比做的多 坤卦呢 肯定是 做的比说的多 但前卦呢 必须说 说清楚 讲明白 方向制定出来 但是因为他说了太多 他一个人做不了 要明白吗 他哪做的呢 财务上要怎么样 交通上要怎么样 然后通讯上要怎么样 呃 源源上要怎么样 然后呢 那个建筑物要怎么样 灯光要怎么样 音乐音响要怎么样 食物要怎么样 纯说 他哪有时间做的 他说的比做的 明白吗 要有一个人 不 要有很多人 做的说的多 坤卦就是这种 做的比说的多的角色 就是落实 展向 他的成长逻辑 成长的逻辑 坤卦讲的就是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个 坤卦的经文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 我就不用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现在 坤卦的卦名有了 所以从坤卦的卦像 到坤卦的卦名 这件事情很简单 后面六十二卦 因为他上坤下坤 好 那么 这个 你看姚旭十位 坤卦的 挂子 既然是 落实执行者的角色 那么就是 好 圆坑立以信满 圆坑呢 就是圆满的开心 就很美好 因为你有这个德性 那么 不管是母马 还是聘马 那 这个 母马是公马 聘马是母马 聘母这两个字 刚好 发音为母的是公 发音为聘的是母 好 聘马 母马 是真的 讲马 就有一个特质 跑得很远 跑得很快 但如果不是 人骑在马背上 这只马再怎么跑 对社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人骑在马背上 叫他往哪里跑 跑到哪里 跑多久 跑快跑慢 都是为社会在做事 就有意义 所以马 很会跑 能够负重 但要有人骑在他上面 才有社会的意义 所以作为一个马 表示什么 方向呢 由人来给他 这匹马 最近有 两部连续剧 非常有文 军师联盟 跟虎啸龙 我都 我虎啸龙 看完 那个人常常被讲 这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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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 有忧 到哪里去 如果他不听主人的指挥 自己跑 那个方向是没有意义的 迷失了方向 先 就是迷失了方向 后呢 就接受主人之后 得主 有利 有利 就是正确的 好 西南得朋友 东北上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讲的三摇卦 有八个 这八个卦排在一起 有时候排成一纸条 有时候呢 画一个圆圈 把八个卦放进去 刚好配合 东西南北 东北东南 西南西北 这样子 八个方向 好了 有一种配合的方法 昆卦 三摇接一南 其他卦呢 有是一阴二阳 有是一阳二阴 当他是一阴二阳的时候 或者是阴阳阳 或者是阳阴阳 或者是阳阳阴 那他叫做 这个阴性的卦 当他是一阳二阴的时候 他叫做阳性的卦 所以就是单数的阳性的卦 那他可能是阳阴阴 或阴阳阴 或阴阴阳 这样子 好 那这种单数的 不管是一个阳 还是三个阳 就是阳性的卦 单数是阴的 不管是一个阴 还是三个阴的 阴性的卦 那么刚好在那一个 东西南北的 那个沿途上 它的位置在西南边 西边跟南边 所以呢 就跟昆卦呢 是同类的 就这样 西南德蓬东北上 我这两个字是这个意思 它要配合一个卦象来看 这个也不是重点 我们考试也不会考 因为我根本没有考试 所以你不用去管它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配图 安征集 这里就是周易八卦方位图 那我们来看这几个卦 这个 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 我小时候习惯看地图 就是由下往上 我们现在看的地图 是这样 由下往上 它的右边是东边 左边是西边 下面是南边 上面是北边 但是呢 中国古代的地图 导过来看 什么意思呢 它是由北边往南边看 所以北边是你自己这边 那你正前方前面是下面 是南边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站在这个北京 往上海看 往南京看 所以当你自己站在北京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左边这边呢 就是这个东边 这边是东边 然后这边是南边 然后这边呢 是西边 这边是北边 这样清楚了吗 就是它的东西南北 当我站在北京看南京的时候 我站在这个位置 那我自己的地方是北边 那我的左手边呢 就变成太平洋 就变成东边 我的右手边就变成新疆 然后就是西边 我的正前方呢 就变成南边 广州 这个图是这样看 好 那困卦呢 你看这边是三个阴谣 困卦 这边是一个阴谣 对卦 这个西边跟南边 那这边是一个阴谣 离卦 这边也是一个阴谣 迅卦 西边跟南边的几个卦 跟我同类 好 这是一个小问 但我认为在解谣词的时候 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 所以大家知道就好 不用去猜想多神秘的事情 好 图州接待是什么呢 就是解释 挂词的 团篆 这个挂词呢 跟 这个团篆跟挂词的解释 它倒是一一符合 这个 挂词 来做的解释 自在坤圆 万物之声来顺成天 刚才呢 自在前缘 是什么 来统天 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创造性的 而坤呢 是 是 落实的 钱呢 讲出方向 坤呢 在执行上 落实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 思考你人生的角色 办理 你要想哦 你适合当社长 还是 这个 干部 高阶的干部 你适合当董事长 还是总经 你适合当 这个 高阶的 最高的那个主管 领导 还是他旁边的 最重要的干部 这个能力形态是不同的 如果你 任何场合 需要讲话 就站起来 侃侃而谈 脑子里充满了 应该做什么事情 这观点 那你适合做情话 形态的 最高领导 如果你 不管你交代什么 我都有办法完成 我一定能够把事情完成 只要皇帝下命令 让你适合做 坤卦形态的人 也是领导 位阶也是 就是这样 所以才叫做 乃顺成先 接受最高领导的指挥 把事情落实 坤后载务 得和无疆 他承担各种事情 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没有限制的 海洋光大 贫富 咸坑 把各种事情都做得很好 能够彰显事情的意义 聘马地类 行地 将 就像一匹马 一匹马一样 这个 在大地上的分支 不管多元 他都能够到 因为他态度柔顺 但是他能力超强 柔顺 但是能力超强 执行力超强 体格超健壮 但是你要我做什么 你说清楚 好 我一定把你完成 但是这个说要做什么的人 这个人才是领袖 明白吗 这在思考领袖 跟他身边的执行长 角色扮演的差别 君子悠行 像这种能力强的人 他能做事 尽用洗劲 但是钱挂了是什么 看到时代的演变 或者创造性地 提出新的方向 所以他就说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执行长去做 你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才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对组织最大的贡献 你就去做了 先就离了 反而是错误的道路 失道 后顺得差 你会发现 你的同学当中 有某些人 平常不说话 一旦说话呢 一定是最重要的话 那你就 跟他做朋友 问他 你对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他就讲给你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你就做了 然后呢 他可能会在各种场合发言 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 各位 告诉大家 应该要做什么 这个人是高预修 你有一身的能力 你英文很好 你电脑很强 或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你没有去想 应该做什么 有一位同学 告诉你 应该做什么 那你如果他讲了有道理 那你就去做 后顺得差 不要自己 蒙着头乱做 好 西南得蓬 乃与类似 东北丧蓬 乃中 信 你要跟自己的 这个同类 团结 落实 把事情做好 安征知己 应定 手正得己 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广泛 好 我们刚才讲钱挂的时候 没有讲一个东西叫做文言传 各位 我现在讲的都是体力 因为头晕脑脑 怎么那么多东西 没有关系 你通通不必记 因为我们又会讲64次 这样明白吗 怎么可能讲64次 才搞得清楚 所以你不用急 好 什么是文言传呢 特别特别只针对钱挂跟坤挂 这两个挂 其中后面62个挂都没有 做的什么 挂词跟谣词的再解释 再解释 再解释 因为这两个挂太重要 太基本 所以文言传 是 是什么 是第二版本的 钱挂的 这个 剃转 大象转 小象转 其实就是剃转跟小象转 第二版本 第三版本 第四版本 第五版本 第六版本 的钱挂跟坤挂 的 剃转跟小象转 文言传就是这个意思 就再度解释 钱挂跟坤挂的 谣词跟挂词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读文言传的东西 因为我们待会就整个把坤挂的这个谣词以及小星转读过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那么 卦象 卦名 卦词 炭转 接下来就是什么 大象转 大象转呢是对卦名的发挥 炭转呢是对卦词的发挥 好 大象转永远分两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 借由八卦自然象征事物的两两组合形象鲜明地说出了卦象 那钱挂跟坤挂都很倒霉或者说很信念 上钱下钱上坤下坤 所以就讲这个第四坤 前面是天秦剑 好像没什么特别 那后面六十四卦呢 就不会这样子 就非常有趣 他就是两个坤挂 左边讲坤 讲他的挂象 右边那一句话呢 一个道德教条 这样明白吗 所以我说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体力的问题 我们六十四卦讲完之后 体力摸得熟透了 右边那句话 君子以后得在务 前面前挂是什么 天行见君子以后得在务 第四坤君子以后得在务 天行见君子以自想不喜 我要成为国家领导人 我要指导整个国家的方向 从我出生开始进入学校开始读书 我就要承担 不管我人在哪里 再怎么累 我都不会懈怠 也不会发力气 稳定的做 但是天行建议 天行思想不喜 昆寡呢 好 有这么多伟大的事情 每件事 我都要落实他 落实他就是具体细节的事情做好 所以叫做 厚德 后德 载物 所有的活动呢 所有的细节在你手中完美地完成 大家讲完了 我们再看空挂的什么呢 瑶词 第一摇先念初 因为它是阴阳 所以念六 第二摇先念阴阳性 也就是六 再念它的位阶 也就是二 所以它是初六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然后呢 上六 好 初六了 吕霜 兼兵制 确实 看到霜就知道要下去 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那表示什么 这一个人有报复 我这样要做大事业 我一开始就知道 我要做各种的事业 只要我做好努力 最后成功一定会有活动 事物的道理都是这样 你看到双雪冰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一开始就要学习努力 小串的解释 从自然的现象的解释 吕霜兼兵因此 刚刚开始要凝聚 寻至其道至兼兵 最后呢 就会结兵了 所以看清楚事情的永恒的 长久的发展的必然的 所以要做这种CEO的人 一开始就一定要知道世界 事情演变得细细 看得清清楚楚 到了第二要 担任基层主 因为他个性稳定 能力很强 十八般武器什么都会 所以做事情呢 稳定 正当 而且充满了能量 值方大 稳定 正当 充满了能量 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很多人就是用功 一直学习 早就做好了准备 这件事情就算以前没有做过 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是准确的 就是到位的 因为我已经准备的很充分了 怎么做都对 因为他准备充分 小象段的解释就是 六二之动 值方别 正值 稳定 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第一次做 不必练习 也是成功的 他不会失败 无力 地道 能够让事情势力 成功 在基层担任干部 就是这样 任务教育 你就是落实完成 然后呢 你的位阶稍微提高了一些 但是呢 还没有到最高 到了第三摇 各位同学 空挂的第三摇跟第四摇 深刻的智慧开始产生 做整个团体的第二把交易 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阶段 就是六三 上不上 下不下 不是基层的主管 也不是高层的主管 这个巡查人员 督导人员 或边疆的主管 你做很多事情 人家看不到 但是呢 为了国家的好 为了组织的好 为了社团的好 你心中有国家 有组织 对不起 要借个十分钟 你不把他讲完了 你心中有组织 有社会 有国家 所以呢 你怀抱着 美善的心意 守真 守正 张就是美好的御 就表示你内心呢 爱国 爱社会 爱家 爱社团 然后呢 守正 或从王室 人家没有指派 没有指挥 人家指挥谁啊 第二摇跟 因为他们是主管 主管 中卫 但是呢 只要跟国家 跟社团有关系的事 只要看到 解决了以后呢 人家发现 这些做得很好 功劳是谁的呢 第二摇 第四摇 没有关系 君子有成人之美 为什么呢 我关心的是国家 所以当你没有实权实惠 这样得尽心尽力的奉献服务 成功以后 功劳还是别人的的时候 将来真正承担 重子大任 当然是 不会是别人 无成有终啊 无成是成功不在你 有终的事情 你把它干好了 小上传就是说 含藏可真以后 此发矣 就看那个识 看那个位 该怎么样对国家好 就怎么样对国家好 或从王室之光带 无论如何 还是让我们的社会进步 让我们的国家进步 这个 我前面看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讲 有一个打败法国的 清朝的官员 他想不想他那什么名字 反正叫翠君 他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大官 然后因为法国人 来攻打我们的广西 所以他就组织起来 然后向朝廷勤力说 让我再来带领你 对吧 然后他就非常懂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把事情做好 功劳给目前当红的大官 他就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 他说 哎呀 功劳算个 后面有一个字 那个字就不讲了 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字 功劳算个 不需要有功劳 明白吗 事情做就好 做什么 对天下人有利的事情 表示真正的君子 真正有德的 这个君子心中做的事情 好 六四 六三 不在位 暂时做不佳的事 六四就不当 在位 在高位 在高阶的主管 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跟九四一样 牵挂九 有一个重要重要重要的原则 就是辛苦的事情来做 舒服的事情 让给别人 你这个角色 扮演就是准确 不会有人讨厌你 不会有人嫉妒你 不会有人排挤你 你永远在那个高位 永远可以为百姓 辛苦的事情来做 可以成功的事情 你做成功 成功以后 不要炫耀 扩囊 把那个带子束住 成功以后 功劳不是 功劳是君王 功劳是别人 只要把事情做好就好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 你把它消灭掉 然后你也不要去告诉天下人 我们国家发生一些很难的事情 要不是我这件事情 就会更严重 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让你的国君没面子 让我的国君讨厌你 所以 所有的事情也都来做 说的话你都不说 我刚刚不是讲吗 钱挂 说的你做得多 但他的任务就是说 他说太多了 他也做不了那么多 宽挂呢 做的你说 一定要有人做 就你来做 做完事情就结束 不要去炫耀 功劳是第五秒的 如果不是他 你做不到第四秒 一直说一直说 就要跟他别苗头抢功劳 两雄相争 必有一伤 这是不好的 光做不说 做完以后 把带子束 把嘴巴抢起来 无焦无欲 无焦无欲 大家会想 做了那么多功劳 应该充满了荣誉吧 错 你在基层做事 有功劳 你在高层做事 有苦劳 请注意 你已经是高层 所以呢 你要懂得 高层还要荣誉的话 你要的是太大的权力 会造成别人的忌惮 忌妒 你非常 所以 不要有 只要不要 把事情做坏 被人家说 你看你这些做坏 赶走就好 事情不能做坏 只能做好 做好呢 又不能够有 各位同学 六三跟六四 就是非常深刻的聚会 这个智慧 在后面六四二关 不断了出现 因为时间已经没有 我就简单 暂时讲到这里 好 小相传就说 圣牌 越高阶的 越危险 该做更多的事情 却有更多人 忌惮 所以 危险 所以呢 要防范别人 对你的忌妒 你又要防范 事情做坏 所以既要把事情做好 又不要让别人忌妒 就是 好 这是六四 然后六 的情况就是 你本来是做 结果突然不知道 怎么做了 董事党的 你本来呢 不是汉朝的姓刘的 就不知道哪一天呢 你居然往往就干了这件事情 做了他们家的这个大位 这样 好 那 如果没有别人跟你争 跟你抢 你坐那个位置也是可以 因为你最有能力 宰相做到最后 摄政王 把那个龙袍 黄色的放在下面 没有穿在衣上 裙子不断穿黄色 黄色是君王的颜色 但你谦虚一点 你上身不出黄色 下身穿黄色 叫黄赏 衣在上面 赏在下面 表示你还有一点点谦虚 但你有那个实力 而且这个世界这么稳定 就是你搞出来的 好 你可以坐这个位置 小象就是说 文在中央下 你固然做帝王 但是你又跟帝王 有一点点不一样 稍微谦虚 刚刚讲帝王 没什么好谦虚 好 然后呢 昆卦 第六条 上六 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局面 就是各位同学 皇帝永远有 觉得自己有皇帝命的人 想坐那个位置 老大这个位置 永远有 觉得自己是老大命的人 想坐这个位置 昆卦的性格 从头到尾都是老二性 结果你竟然坐了老大的位置 你本来也坐得很好 但你要明白 有人会要强的位置 所以你要早一点 看清楚 然后呢 在他 有这一个实力 来讲这个位置之前 把他培养好 让他成产 事实到 把位置交给他 还不是让给他 因为他觉得是他的 交给他 交给他之前 你把他培养好 如果你一直忽略他这个人 甚至想要把他排挤 很抱歉 他命中注定 他认为他就应该做这个位置 最后就要跟你讲 这个时候就很难了 龙战也 齐血 咸黄 他是龙 你本来不是龙 但是呢 你坐了龙的位置 所以你也几乎是龙 两龙相争 两龙相争 不是必有一张 天下百 受难 都不知道 这个将来的演变是什么 齐血 而且玄黄 这个天地玄黄 玄黄就是那个颜色不清楚 不知道未来的方向 《小巷传》就是说 其道穷也 也就是总干事就总干事 你不要去做那个董事长的位置 董事长老了不行了死了 他儿子里面总要有一个出来 继续做董事长 你不要去做那个董事长的位置 否则他到来跟你抢的时候很麻烦 那么如何避免这个麻烦呢 你在做总经理的时候 早就要想好 董事长的哪个儿子将来来做这个位置 你要栽培他 让那时间到的时候 他有能力顺理成章了 等之后就不会有这个冲突的局面 通常人就舍不得放下那个位置 用六征了这个大宗 永远所正道 然后呢服务于国家 服务于体制 然后呢接受领导人的指挥 然后扮演好你这个CEO 大臣总经理 秘书长总干事的这个角色 以大宗 好各位同学 今天可能会听得晕头转向 再晕个两次 就不会这么晕了 好不多说了 那时间到我们就下课 然后呢 没有输想要输的同学 今天就想要输的同学 那就下课 跟我走 否则你下一次 还是给你拿到输 请举手一下 还想要输没有输的同学请举手 没有多少位了 大家就知道 请关掉谢谢 下课 根据我在台大上课的经验 最后一节课讲完之后才会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次后一节课 都后一节课 是 这首表 这首表 是 有 有 我 在的